好,多謝你們兩位願意在這裏接受輔導 作為一個示範,亦都是真實處理你們正面對的問題 那你們哪位想先說你們正面對的問題 那我先說吧 那我一個比較歐高型的人 平時會有很多時間會去做約朋友或做運動 可能是躺身、健身、打球、各樣各樣 有很多時間可能收工就花在這些地方上 那蘇蘇就覺得我陪她不夠的 但是我又覺得我自己 其實每晚都不會很晚 又或者每個星期都會抽一些時間和她一起 那我會和她一起看電影、打電影 甚至乎有時放假一起逛下山 有一些活動 但是有時會覺得這些不是在陪她 就是會覺得我和她一起不夠 不是在陪她 就是這樣 嗯嗯嗯 OK 那你 那她又說她在陪你 那為什麼你覺得她不是陪你呢 因為譬如她剛才說的那些活動 逛山 或者甚至她在房間裡面 我們一起打遊戲 或者聽歌、看電影 我覺得這些是在消耗體力 或者在消耗時間的東西 但是不是我覺得真的兩個人相處的時間 因為好像如果兩個人相處 我會想聊聊天 真的溝通一下 譬如我會說我有什麼不開心 但是我如果用一些時間在 譬如看電影、行山等 是在消耗一些時間 我覺得是 就是對於我們的關係 好像沒有一個 就是 純粹是一些消耗時間的東西 OK 那你想她和你有什麼溝通呢 譬如 就是說具體一些 譬如你說回一些事 譬如你現在 想起一些事 你很想在這一陣子跟她溝通 你想不想到一些 你現在這一陣子 想她和她溝通 又想她回應的呢 譬如有時會 想說 在這裡住得不太開心 可能家裡有些狀況 我是想 可能家裡有些狀況 可能跟她媽媽的相處 或者家人的相處 有些不太開心 可能我會想跟她說 想她處理一下 或者我純粹想慎 都會 那不如你現在就 具體說一件事 就是你現在好像練習了 我們先說一個溝通的方式 盡量都是用 恩典的說話 如果說律法的說話 或者要求的 是用一個 柔和的方法去引導她 讓她知道 然後大家在這方面去溝通 大家都覺得舒服 譬如 譬如 始終新婚 我又不太懂得煮飯 我又不想煮飯 但聽過一些說話 就是可能她家人 都會想我偶然煮黑飯 大家一起吃 大家下班回來 大家都辛苦 之類的事 是的 那你 你會想 你現在兩個溝通 你就直接好像跟她聊天 你現在當她跟她聊天 那你就說給她聽 家人給你這種壓力 你的感覺 你想她怎樣跟你溝通 我想她怎樣跟你溝通 你直接用麥克風說一下 你也可以說出你的感覺 你說出你的感覺 聽到這些說話 都會有一點點不開心的 不過我都會反思一下自己 不過我覺得始終是新婚 我又不想給自己那麼大壓力 我盡量想自己也舒服先 那我的結論就是 我真的想煮的時候才能煮 OK 你可以回應她 來吧 其實我覺得沒甚麼所謂的 其實對我來說也沒甚麼所謂的 其實我家人說的那些說話 可能不是直接說的 我知道 那也有時候可能老人家都是 隨便說的 我覺得可以不用理 那 是的 就算她真的說 我也覺得可以不用理 是的 因為有時候煮了她也未必吃 你不開心有壓力 我明白的 是的 但是 那始終是家人嘛 嗯 都要解決個問題的 那 既然我覺得別人沒有要求的話 你也不需要放開心 不開心可以說 但是就 是的 那都解決不了這件事 OK 好 那我多謝你的回應 那我想問你 你大部份的回應是在說些甚麼呢 嗯 不用理他 是的 不用理他 所以這個基本上叫做甚麼 即是 你是 逃避 你在逃避的一件事 待會才說逃避的甚麼 但是你對他在做些甚麼呢 基本上是在教導他怎樣處理 是 你有甚麼一句說了他的感覺 是 那一句是甚麼 你記不記得 他的感覺 譬如你現在回應一下他的感覺 是 不開心有客人來報名 是 OK 那這句說話是對的 那我會這樣鼓勵你 那這句說話是對的 不過就好像點到即止 那他未必會很深刻覺得 你能夠感受到 那我鼓勵你在這一陣子 嘗試一下 更加清晰感受 當你是他 假設你是他 你會有感受 你會說出來給他聽 你嘗試形容出來 當你是他 你形容出他的那種感受 告訴他 即現在當我是他 是的 你當你是他 然後我會感受到 你聽到這句說話的時候 會有甚麼感覺 這樣形容出來給他聽 這個說話是指 即我的意思是 他講完 他聽到你家人說的說話的時候的壓力 那我就想你 好像當正這件事 是你 給你是他 給家人這樣說的時候 你有甚麼感覺 你代他 說出來 這個就是 回應他的感受 因為他 他才跟你回應 他的感受 那你回應大部分 就是你不用理他 基本上就是 他講一件你講第二件 那我們想去回應他的感受 先 明白 OK 那你試一下 那如果我是他 那我想我都會不開心的 因為 即 你用一個理智 用一個理智 對著他 去說 是 那我想你都會不開心的 因為 被人批評 這些我覺得可能是一些 可能要求一些批評的說話 即每個人都不喜歡聽 那 會不開心 會有壓力 因為始終 住在別人家裡的人離下 那 即 不是自己的家來的 可能 很多事情上面都怕別人不喜歡 會怕別人對你有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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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聽到 即我剛剛說的話 即我剛剛說的話 即不要不開心 即明白的會好一點點 都希望有人理解到你 即可能實際上 不是那麽容易解決的說話 即根本就可能沒什麽解決方法 但都想有人理解到自己 但你又去到哪個位置 現在 很難解決 那你不要那麽快去那裡 先讓他回應一下 你講完他的感受 等他回應一下 那你可以怎樣 有時等他講 有時可以說 那你覺得是否這樣 即你講完 你覺得很大壓力 不舒服 不開心 那你這樣問他 等他回應 或者就得他回應 對 那你這樣問 是不是這樣 對 正如你所說 好像 寄人離客 始終不是自己的家 所以 都很在意其他人怎樣看我 就很容易不開心 那我也想你回應一下 就是當他開始嘗試跟你講 你的感覺的時候 你有什麽感受 你告訴他 當他開始跟你講 你的感覺的時候 你有什麽感受呢 你跟他講 跟他講 即你講感受的時候 就好像 你講中了我的想法 之前在那些心理學 有講 當你講中了別人的想法的時候 老婆好像舒緩了那些情緒 可能覺得有人明白自己的感受 所以我覺得是有些舒緩 即覺得 你真的明白我了 就是這樣的感覺 這樣的想法 那你都可以表示一些欣賞 或者多謝的說話 讓他 原來我講這種說話 會令到你覺得舒緩 就是多謝他 或者欣賞他 多謝 好了 那我又問問你 即是你又講出另一件事 你記不記得那件事 影響著他 也都知道的 也都你知道的 四字詞語 記人離下 記人離下 你講出這個記人離下 你講出這個記人離下 那我一聽 因為我 很留意 有些重點說話 我一聽 我覺得這種感覺是不好受的 那你可不可以回應一下 即是說除了 有些人看著他有沒有煮飯 第二 你這個記人離下的感覺 你回應一下他 他會覺得舒服很多 你現在去跟他講一下 其實這一陣子 你留意到他的眼 你留意到些什麼 他有點硬濕濕 是啊 那因為呢 講中了 對不對 講中了 因為這件事很辛苦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留意一些 重點治 和一些重點的感覺 當我一知道 他這件事影響著他 我一講出來 他馬上又反應 那這個就是說 講中他的心 那你又試一下 在這方面跟他溝通 那 那 是啊 機人離下 我都 明白 如果不是 住在自己的家 都住了很多年 那個感受 可能在家 就是我以前都是 好像少爺仔那樣 什麼家務都不做 什麼都媽媽搞了 床都不會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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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都不會洗 但是 我都試過不在家 住一段時間 也都 你現在是不是在回應他 哈哈 是啊 我已經嘗試在他的角度 是啊 你要想他 是啊 那 很多事情 可能你以前不用做 現在就要做 沒有 機人離下 是否就是不用做 洗做的意思呢 機人離下 我相信是否意思就是 現在和你父母一起住 是嗎 是 住在我那裡 是啊 OK 那你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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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可能 真的 說句話都要洗淨一點 在這裡住 哈哈 因為 可能你和你爸爸媽媽的相處 那 不同跟我媽媽的相處 那是 就是不同人來的嘛 那也都 沒有這麼親近的關係 那可能 有事都不會這麼直接說出來 也都可能 不敢說出來 不敢去表達自己的感受 那 是啊 可能 就會變了 有些抑壓 有些 不是那麼好受的感覺 或者甚至乎 他可能對你有意見的時候 你就會更加有好受 好 你可以回應他 回應 是 當你聽到他這樣說的時候 你的回應他 感覺 感覺 你都不明白 因為你都不是我這個角色 你都沒有經歷過這些 所以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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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到他的時候 對 對 對 說不中 這樣的時候 這個就是 做太太的一件事 你可以幫到她 因為她是很難明白你的 那你需要告訴她 到底你裡面的感覺是什麼 那幫她明白 然後回應你 我就想你自動地 因為要拿著咪 所以變成 有時候 不是那麼自動 那你 嘗試去引導她 然後她又回應 然後你就告訴她 我喜歡 或者你覺得 我還可以幫你了解更多 我不知道 平時都是她引導我 所以我不知道 即是你說不出那個 是 我不太懂得表達 不懂得表達 即是寄人離下的意思 不只是那些 總之表達自己的情緒 我都是比較弱的 OK 表達自己的感受 那些都是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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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我們知道一件事 這件事是你真的覺得不舒服的 因為 因為 聽到你說的時候 你都覺得 好像一種壓力之下 那 所以你也可以用 你的想像力 去想一下 在她的情況 她有不同的因素 那你可以問她 是不是這樣 令到你有那種寄人離下的感覺 因為你自己先說 是你自己說 是你自己說 寄人離下 是你先說的 所以你都知覺她這件事 那 那你就 因為這個是一個 需要解開的心結 就是為什麼要溝通呢 當她覺得 你明白她這件事 那 以後她面對這件事的時候 她覺得可以跟你談 覺得你可以支持她 那你可以去問她 她表達不出 你問她 那寄人離下 是不是給你一些什麼感覺呢 那你嘗試了解是哪一件事 或者你想到你可以告訴她 你說寄人離下的感覺 我就覺得 會不會是 因為 我不當你媽媽 好像我媽媽那樣 就是 當你媽媽有一個距離 那 因為始終都是 真的不是 很熟 那所以 就覺得始終有一個距離 那 而 大家是一起住 那 那個距離這樣 很疏的下 就覺得 就是 都不像是 一家人 一起住 只不過是 大家一起合宿 那樣 只不過她是我隔離房 就是 就是 是的 你回到家 好像你說 你之前教我 就是 不要管 那你關上自己的房 做自己的事 那 那可能 就 一直都有一種疏遠 那就是 對 始終 對 不是好像自己的家人 那麼親密 覺得 對 OK 那你可以 嘗試 了解 到底是怎樣 或者回應她 這件事 拿一個麥克 我覺得 其實不用太過解懷這件事 OK 你現在在做什麽 唉 你現在 做著 是 我又在這裏 我要嘗試理解她 感受她 感受她 是 是 不要緊要的 你已經很努力 因為你 我看到你願意努力 這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你願意努力一定會做得到 是 但是 我 就是 我有些不明白 是 那你問她 是 你不明白她就問她 那 怎樣才可以令你 釋懷些 開心些 這個是什麽呢 找解決方法 是 是 是 現在想是怎樣 你能夠說出她的心聲 形容出她的狀況 她的感受 即是哪一種令她最不舒服 是什麽因素 那你講得出來的時候 或者她心裏的感受是什麽 那你講得出來的時候 會覺得跟你有共鳴 是 是 如果 她適合這樣說 可能是 適合你這樣說 那 可能 是好像你說那樣 你不覺得這裡是 自己的家 那 和我媽媽也有距離 那 就可能令到你 即 覺得 就算 大家住在一起都不像家人 也不自在在這裡 就是 給到你們的感覺 可能是 呃 不像在家裡那樣自在 好像 有些 其他人看著你 那做某些事情 都可能 怕別人 對你有些 不知什麽想法 或者有些 不喜歡的 一些負面的想法 就可能 對你造成一些壓力 令到你不開心 是不是這樣 對我 對我 你繼續 即其實呢 你是幫她明白你 感受你 就是你想有的溝通 其實呢 她起初說了一件事 我們盡量她一說一說一說 就馬上回應那件事 她說了什麽呢 就不像是媽媽的感覺 那這個 這就是回應她 她說了的事 那覺得呢 好像 好像步不歸屬 那樣 好像 家裏不是你這樣的感覺 其實我現在 我嘗試 我現在 嘗試去了解她的感覺 我正在回應她的 那你可以嘗試一下 那這個呢 可能你們不是一次溝通 可以完全體會 可能持續 但她覺得你 給她的支持 她覺得 有接立 到某個時候 都需要找一個策略 怎樣跟家人相處 這個是另一件事 即我們輔導 不只是接受感覺 但第一個呢 是讓她知道 你跟她在一起 你認同她的感覺 有些回應 是的 有些 有些問題 你不想 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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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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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基本上就是說 在這個 那個感覺 你能夠說得出她的感覺 然後她會去澄清 是不是這樣的感覺 那你大家認同 那你又說 我知道你辛苦 我知道你難受 我會陪伴你一起面對這個時候 這樣 讓她知道 你跟她一起 一起面對 一起面對 而且也知道 即是說你不在家的時候 她多麼辛苦 OK 好 你嘗試一下 你現在嘗試一下 OK的 你做得很好 好 呃 Sorry 可不可以 剛剛在說的 重點是甚麼 我只是 因為她在說 就是 好像 回到來 就關了房門 好像跟家人 即是不太認識 你可以了解 是 可以了解 這件事更多 是 其實我們之前有談過 這件事 那 我也有 嘗試過 叫你和我媽媽 嘗試多些接觸 是 你現在去哪裏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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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方法 那裏 是 那 我也會這樣說 我們不是永久停留在感覺 但起碼呢 能夠說出她的感覺出來 然後我們先去想 就是想的時候 不要說 我都告訴她 是這樣的 不要用這個方法 要是說 我們可以怎樣跟她們相處 用探討的方法 但現在首先是 先回應了感覺 因為這件事我想你練習一下 是 那 是 其實我都 如果你真的有什麼不開心 我都會陪著你的 那 你都可以跟我說 那 那 是 就是 你基本上形容出來 形容出來 形容出來 就是你想像她的情況 可能 你關上房門 覺得 這樣 根本就解決不了這件事 覺得 只不過是 就是 不見了媽媽 其實大家都是在一起 你都 你又去了解決 這個思維是很困難的 對於男性來說很困難 就是你一直在想解決 那現在我們第一件事是 講出她的感受 她的壓力 她的不開心 是 那些是她想你講得出來的 是 那 那可能我叫你 就是平時可能我 不在家 只有你自己在家的時候 你關上房門 就是你 都會想我陪著你 都會 就是 想我在這裡 好 因為可能 只有你一個在家裡 會令你不安 會令你 覺得 更加 不知怎樣 跟我家人相處 因為我 不在這裡 甚至乎 可能以前都試過 有些客人上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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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對 非常 非常 如果我用你的方法 關門後自己在房裡打遊戲什麼都不理 我又會覺得有一種疏遠感 但我自己一個又不想出去面對他們 雖然有時候就算你在這裏也不是跟他們溝通有什麼幫助 但起碼好像有個人陪著自己 主要是我不太懂自己一個人去面對他們的家人 可能我很怕跟他們溝通 他講了很多感覺 而且很明顯他立即流眼淚 所以你知道他有感覺 你就回應他這些感覺 你不開心可以跟我說的 那 你說回他講的感覺也好 你留意到他講過的感覺由你講出來 對 可能我不在家裡你會很不安 那 有時候你都擔心 如果你就這樣關門 就是會跟他們好像很疏遠 甚至乎有客人來的時候你會不知怎樣 就是覺得三藍火門打遊戲好像不太好 但是又不知怎樣去跟他們相處去融入 但是可能另一方面可能你又不是那麼想也都不懂去這樣做 如果我在這裏的話可能就算做不到什麼都有人陪著你 你會安心一點點 就是這樣 OK 好 你先講到他就說你不在這裏 他不懂怎樣做 不懂就是一個知識來的 那你要講到不安的 那你盡量留意的時候就是講他的感受 但是男性很難明白的 為什麼經常都要感受 但是他的確他裡面的感受很澎湃 他是很受人的影響 所以你說到一些已經是好的 他就先這樣說你有什麼感覺 我想聽聽聽你說 他先去這樣說 他先去這樣說 感受 是 多謝你 但是我不知道 我覺得你的回應對我來說好像更加快 我都不太記得你怎樣回應我 不過聽著你這樣說我就覺得 嗯嗯這樣 但是 是啊 是 那他需要慢慢的 是不是 需要練習一下 需要練習一下 那你要引導他 這個因為我做過很多很多 我太太引導我很多 我也都上過很多堂 所以 我會 還有我很專注的 我很留意他那個 講說話字眼 他的眼神 他又眼濕濕 我太太眼濕我馬上走過去了 不會 不會遲言的 那這都是 我留意他 明白嗎 那這個就是對他一個支持 那但是呢 他嘗試 雖然他是沒有經驗 但是他嘗試 已經是很好的 那我可以說恭喜你們 因為你們初婚 有些幾十年結婚 都經常都講不到感覺 就已經麻木了 麻木了 就是說 譬如說 假設那二三十年之後 是完全沒有處理過 你一直在家的房間那裡 整天都鎖在房間那裡 你已經覺得 哇 外面的世界是一個冷酷的世界 我沒有辦法進去 那你又不在那裡 我都不知道做什麼 告訴你 你又說我很多事情做 我都不知道怎樣 那你變了很辛苦 變了麻木了 但是你們現在初婚 已經開始發現這個問題 那就可以去回應他的感受先 那都要去找個答案的 因為時間關係 我想有時間討論一下 可以有些什麼處理的方法 令到他更加舒服 和能夠建立和家人的關係 這個都是一個可以探渡的地方 但是就不是教導 回應那方面就是 或者我再示範一下 就是回應一下 我聽你說 我覺得你很難受 尤其他不在家的時候 好像有很多人在那裡 他們說話 但是你又不敢出去 是直接不敢出去 可能連打機都沒什麼心機打 因為你 外面那些聲音 令到你覺得不安 覺得自己好像另一個世界 沒有一樣東西是屬於你的 對不對 好像這個家不是屬於你 所以有一種很冷冰冰的感覺 就是我知道你是辛苦的 就是我盡量用不同的方法感受去感受 所以說出來 這個都是需要慢慢看到 不是說什麼字眼 而是我感受到 我知道那時候 你很想我快點回來 就是我當是你 所以我說我 我知道你很想我快點回來 但是我又不回來 我又可以打球 我又可以什麼 那就留下你一個人在那裡 你很辛苦 所以當我回來 你是很想 你是很開心 不過又好像溝通不到 所以我依然是有一種失落感的 這個就是 我盡量去表達 這個就是慢慢來 就是一步步 但是現在探討 探討一下可以怎樣方法 跟家人的關係變好些 而可以令到他舒服些 你都在這件事上 你是可以幫到手的 OK 你一齊去想一下 嘗試探討一下 你兩個時間哪個都可以了 其實你是最容易做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是你家人 你是可以幫到他的 現在講方法 不是你教的方法 是一齊探討 好 可以一齊探討 好 好 可以一齊探討 那 是的 那我講了我少少想法 那你等一下回應我 或者你有什麼想法 你都可以講的 是的 那我覺得 首先 你剛剛講到 就是跟我媽媽是 不懂得怎樣去相處 那你認為怎樣可以相處得好些呢 那我覺得 就是 她不是你媽媽 但是 就是可以嘗試 了解一下她 現在做的什麼 教導她 是的 那 那 你認為怎樣會好些呢 我覺得 可能首先 你跟她的關係都好 可能 你們的互動裡面 我又融入在當中 可能就會容易一些 不過也很難 因為我聽你們說 你們 這麼多年以來 其實你們家人 這樣的相處模式 就是 本身都不是好像 我和我家人一樣 所以 可能就 難一點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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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她講了一些感覺 那你馬上回應 先繼續講回 探討方法 感覺 她講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分別 和你家裡的分別 所以帶給她這麼大的感覺 可能在我家裡 有一種比較 嚴肅一點的感覺 或者是疏遠一點的 和人的關係 因為 你和你家人相處 是很好的 就是當你爸爸媽媽 都是很平常的 可以去聊天 甚至乎有時候 你會說他們 在我家裡 是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可能會給你壓力 就是你可能 你扶現感受先 是的 我明白你覺得有壓力 不開心的 那 因為 你在我家裡 對著媽媽的時候 可能有壓力 不可以暢所欲言 那我示範一下 我聽你說 你以前和家人相處 很開心 很自由 你現在好像失去了那件事 所以 結了婚都是對你一種很大的壓力 因為 你不再和家人在一起 所以 就變成了 在這裡又見不到關係 所以有一種失落感 是嗎 嗯 是 你盡量去用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方式 去感受他的感覺 形容出來 是 我都看到你即時有的反應 我都看到 這個就是 我們不只是說 這個是基本的 我知道你辛苦 我知道你不開心 這個是基本的 但是 這個 這個叫 深層次的同利心 什麼叫 什麼叫 初層次的同利心 初層次的同利心 就是他講出 譬如說 我 不安 失落 那些是初層次 高層次是什麼 你好像 失去了以前你家裡那種 那麼自由開放的日子 不再回來 所以好像跟以前很不同 那種感覺 是不是以後結婚都是這樣 這個就是說 他沒有說出來的感覺 但是他背後 他是會有一種失落 好像以後就沒有了這件事了 所以是很 你都知道很難 所以有一種好像 不知道怎麼 怎麼可以解決這件事 心裡面是有一種擔心 還有一些失望 或者甚至去到一個更強烈的 有些絕望 不知道怎麼算好的感覺 OK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 作為輔導員 我就引導了 就是說 在這件事上 怎樣找處理方法 有幾個方向去想的 一時時的 因為在現在來說 我很看到你們兩個都想 對不對 你都很想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是可以直接提議一些處理的方法 有時候有些人就不是的 譬如兩夫妻都對立 那時候我一定要慢慢引導 即是他們的對立都不想 但現在呢 即是我很明顯看到 你很想 你是很想很想 你是很需要 你好想能夠 現在的感覺是 溫馨很多 你很想 但現在是一個很大的距離 你呢 你就 比較 被動一點 你都想 你願意 所以這個是好的 那這個 當你知道他這樣的時候 你知道每次他回來 他都會很開心 你說 我很開心回來跟你一起 我們一起聊天 一起什麼什麼 那時候 就不只是一起玩機 可能他都會跟你玩機 但我想他最喜歡 你可能 可能呢 不是一個房間 走出去外面走一下 出去公園走一下 聊一下 是否會好些 好過在家裡聊 是嗎 聊天好過做其他活動 是的 我知道 但是在外面聊 好過在家裡聊 是否會是 即不是行山 而是慢慢散步 在那裡聊天 都沒有什麼所謂 家裡都可以的 因為我們有自己私人空間 有私人空間 所以我們都 都可以 都方便了 對 都方便了 聊天都可以 好 在這樣的情況 我有幾個提議給你們 好嗎 即幾個可能的提議 嗯 第一個可能的路向是什麼呢 就是 你跟他一起 主要是你先 建立和家人的關係 但是呢 男性是比女性困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都不知道 講什麼 講兩講已經講完了 沒什麼好講 都不知道 怎樣建立關係 那 你跟他一起 會容易一些 那 女性和女性 有什麼講呢 通常容易一些 不過你跟他那個 因為他媽媽可能很大距離 可能有時候都會很難談的 那 可能 現在我完全不知道的 我只是探討 問一下會不會有可能性 就算有些事情 好像跟你們的世界不同 不過呢 他的世界有些什麼 可能你們會跟他談 比如他們買東西 買東西 去哪裡買呀 怎麼買 買什麼 那可能 你跟他談 可能會 就是有些 參與到 參與到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 都覺得 你跟他有份 可能這個一個可能性 嗯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有沒有有時候 家裡有些活動 有些他們做的事情 是你可以 如果他在一起 可以跟他們談到一些事情 你有沒有想到一些主題 去玩呀 一起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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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都是很好的提議 一個好的提議 為什麼呢 因為人們在玩的時候 那些防衛機制 就會減少 玩呀玩呀都會熟落了 就好過以後 都好像陌生人那樣 所以這個一個 路向 玩 有時候想到 家裡有些什麼地方 入口 什麼叫入口 有個人一說一件事 他關心的 譬如健康 這個是一個入口 那跟他講回健康 他就會歡喜 聊 或者他煮飯 不過那些事情 你就沒有興趣 可能你跟他們 學一下煮飯 會不會一個 不過你本身 不喜歡煮飯的 是嗎 又不是說 不喜歡的 不過 要花很多時間去接受 你二十多年 我都沒有什麼煮飯 沒有這些經驗 是 所以要由我 由零去到培養 到我 慢慢有這個習慣 都要一些時間 是 學緊的 學緊的 是 你學緊的 是 這也是 你知道這件事是一個可能性 譬如你叫他教你煮 行不行 他都沒有我怎麼煮 那他期望你煮嗎 都會有這樣的期望 即他是不會煮 還是沒事 他沒有什麼時間 即他上班 放假 約會多 即他有他的活動 是的 他有他的活動 OK 是的 OK 那 這些事實際的情況 我是沒有辦法能夠知道的 不過 我只是說你們兩個探討 令到你 起碼能夠怎樣 溝通有很多種的 我講出 有四個風格的溝通 可能會有幫助 這就是教導 第一種叫做 閒話家常 這個就是可以 講一下吃東西 好吃的 味道 哪裏吃東西好 那些閒話家常 第二種就是 這不是一種好 但有時候需要的 是一種要人做什麼的 有輕和重的 輕是怎樣呢 倒垃圾 洗碗 重就是你一定要怎麼做 你沒有做什麼 這種溝通 這種是強硬式的 即是比較指令式的 第三種溝通 就是討論問題 討論問題 討論問題 但跟長輩也難些討論 有時候可能看法又不同 你兩個就可以討論 第四種就是深層的感受 跟他們更加難 這個更加難 所以在他們來說 可能 閒話家常 是一個最可能 可以做到的事情 這個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 當你這樣慢慢 參與家裡的時候 一些事情 你可以出來多些 當你在那裡的時候 他可能會覺得舒服些 而到慢慢 但他不在那裡 你都可以出來跟他在一起 那你就會舒服 我都會覺得這樣的 我想 永遠都不會很喜歡你家裡 自己本身家裡 不會的 因為 兩個家庭就是兩個家庭 但是 起碼你跟他 建立到的那種關係 是你很滿足的 家庭那種 就是比較似的 是 是家常便飯 不是 閒話家常 而你那種 就是可以深層一點 開始覺得 你感受我的感受 你感受到我的痛苦 我的開心 他就會開心 另一些方向就是 但是將來 經濟可以的時候 就搬出去住 這個自由度 這個也是在乎 你建立你的關係 這個關係好的時候 搬出去住 就是 關係就會 是完全你兩個人 就不是有其他人 在裡面 這個也是有不同的 看法有不同的原因 因為聖經都說到 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而成為一體 這個到底 在你的情況之下 是否一定是這樣做 又不是這樣做 這個就是去尋找 那 但是 大致上 總括 你覺得有些什麼 調教 你可以和他調教 讓他覺得那種 歸屬感 舒服 和你的溝通 就是 例如你現在用的時間 你怎樣 可以 令到他更加 開心 讓他那種 負面情緒 不會積聚 他現在負面情緒 正在積聚 我感受到 你的負面情緒 正在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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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不會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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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他就不再 好像現在那麼輕鬆 所以 你可以做些什麼 你覺得 我覺得 首先 好像你說 理解了他的感受 就是嘗試 去一個深層次的理解 好像你剛剛 感受 對 感受 對 感受 理解是 understand 是感受他的感受 對 對 再者 就是 好像他講的 在家裡的時候 嘗試 就是 跟家人溝通的時候 我也在 那 我可以講 方法 現在 可以的 你想講 是 絕對可以講的 就是說 我們講完感受 是可以講方法 我覺得 就是 感受 講完之後 都要有方法解決的 就是 如果不是 我每次 可能安慰完你 令你釋懷了之後 那個問題都還在的時候 那 又會再令你有些不開心 這幾句說話 是在講什麼呢 是 什麼 你有一點點指責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只是講感受 我又不處理 那 就會怎樣怎樣 是不需要講這幾句 可以靜說 我們一起想一下 怎麼解決 就不是 如果我們不解決 就會將來將來怎麼樣 那這個是有一點點威嚇性 在那裡 拿不拿到 我們都要 明白 你明白 就是我們一起想一下 怎麼解決 好不好 這樣 這樣會舒服一點 是 那我們想一下怎麼解決 那 我才以為你 想到一些方法 你不是想到的方法 是嗎 其實我們之前有一直都討論過這些問題 不是今天才討論的 OK 但是 其實我有些 我覺得有些 不知怎麼講好 因為 好像經常都講講一下 就是去了方法那裡 去了教導那樣 就是變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應該說什麼 我這樣提議 你尊重他的智慧 就是你和他都有智慧的 就不只是我教你怎麼做 我們一起想 那他想到的時候 或者你想到 這樣好不好 那 你不是 你要這樣做 我有個想到的方法 不如這樣好不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尊重 尊重是很不同的 感覺是舒服很多的 你這個主意都幾好 我們試一下做 看看行不行 好 那 那 那 如果下次 就是 你想煮飯的時候 我陪你一起煮 那好嗎 那 那 哈哈哈哈 是啊 或者 如果你真的想我 在家裡 你掛著我 你直接跟我說 好嗎 哈哈 就是不要 到真的有不安的時候 才去找我 早點找我 這樣 可能你會 好過一點 開心一點 我想這樣 不如就實性 可能約一些活動 可能跟你媽媽一起 我也一起 可能大家可以在活動的時候 大家 聊聊天 大家可能在聊天的過程中 他又了解我 我又可以了解他 大家又表達一下 可能對我們 就是多了溝通 大家又可以理解對方 可能對於關係上 就好一點 就是有個建立 好 這裏有個提議 你會說 好啊 我們試試這樣做 好 那我呢 聽到你說 其實是可以有方法的 那我都有一些提議 我提議就是 你盡量那些活動 你喜歡活動 如果可以盡量都讓它 參與進去 那有時有些 都是它參與不了 譬如那些太劇烈運動 那你就知道我每個禮拜 限制那些活動的時間 但有一部分時間 是可以跟它在一起的 譬如我和太太 培養了很多不同的活動 我們一起去拍照照 拍蝴蝶 智商 師傅 我們會踩單車 以前是沒有的 如果我們買了一些器材 會踩單車 我們會去旅行 不過現在沒有旅行 我們會聊天 我們一起活動 我也有我自己的活動 就是我打網球 他沒有打的 有時候我們跟他打羽毛球 這個都是 有我們自己的時間 不過也都留時間給他 我通常來說 因為我平日就有空 所以我平日就做我自己的事情 然後到他有空的時候 我就做可以跟他一起的事情 所以你就想一下 周末你們兩個在一起 那些時間怎樣分配呢 這個就幫助了你們 好 不知道大家聽到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男女大不同 那有沒有開始調教 都是需要操練的 那如果大家有認識一些夫妻想輔導的 那我可以帶他來 我們試一下 你考慮一下哪一對 那就可以來一起去輔導 那也都到某一段時間 可能你都試一下 你嘗試一下去引導某些人 不過這個也是需要操練的 即是怎樣回應感覺那一刻 是真的感受到 所以會從心發出 這個就是感受到這件事對他的影響 所以我從心底處發出 就是感受到這件事對 那就是感受到這件事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